男人竟然用牛奶盒越狱 只见他拆开了牛奶盒 小心接下里面的薄膜 等到外出事偷偷贴在密码锁上 只要预警在按键上输入密码 男人很快就得到了四个数字 可密码一共有24种可能性 他必须逐一排查 那么问题来了 犯人压根没机会接触密码锁 就连劳门的观察窗预警也会锁死 普通人到这基本上就泄气了 然而智商200的男人选择直接上厕所 并不是为了排泄 而是将厕纸揉成几个小团团 再往上面涂抹牙膏方便定型 集其七个小团团后 用一张纸巾将其全部包起来 捏成和男人二弟一个大小的大团团 现在就该考虑怎么实施了 男人把越狱的条件总结成三点 第一点是熟悉预警的作息规律 于是他通过对预警的长期观察 发现预警每次送犯人回牢房后 都会离开监控去吞云吐物七分钟左右 对于他这种快速的男人而言 七分钟完全够 第二点是找到监狱的薄弱点 在他敏锐的观察下 他发现这所监狱看似严谨棲严 实则靠近消防站的禁闭室异常薄弱 于是在放风这天 男人没事找事 随手抓个显眼包暴揍一顿 很快 男人如愿被关进了禁闭室 随后掏出准备好的大纸团 迅速塞进观察窗的锁眼上 等到预警玩忽之手吞云吐物时 男人轻松推开观察窗 随后输入密码 出来后通过通风管道 溜进消防站里 迅速换上消防站衣 最后就差越狱的第三个条件 等在外面接应的女人 会引爆提前准备的炸药 成功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而男人混进消防园里偷偷溜走 坐上早就准备好的车子 成功逃脱 等到预警发现时 男人已经换了身衣服 主动回到监狱里了 一本正经地向监狱长 讲解了自己的逃狱过程 原来 男人是有名的越狱大师老雷 日常工作就是通过越狱 来检查世界各地监狱的漏洞 然后向监狱长获得报酬 十几年来 他从未失守 直到有一天 一个女人找到他 请他帮忙检查 一所神秘监狱的安全性 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谨慎的老雷果断拒绝了 但老雷的老板 用一千万工资 窜多他接下任务 面对这样的天价诱惑 老雷同意了 跟往常一样 助手帮他准备好假身份 还有监狱里的街头暗号 这样才能确保老雷的人身安全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救出老雷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项任务是预谋已久的 他早就被人盯上了 当老雷刚刚出门 他就被电晕了 然后被人抱上了面包车 对方拿着探测器 在他身上不停游走 发现了他植入的跟踪器 然后竟粗暴地拿刀 划开了他的皮肉取了出来 紧接着 这伙人又给他打了一针麻醉 老雷逐渐失去了意识 他完全不知道 等待他的将会是难以想象的危险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 密闭的悬空透明牢房中 老雷悄悄观察周围的一切 守卫遍地都是 他不曾想 这是世界上最变态的监狱 到处都是360度 无死角的摄像头 随时随地监视着犯人 甚至连犯人脸上的表情 都能准确捕捉到 很快 监狱长开始审讯老雷 还要对他用刑 这次任务有难度 老雷不干了 他说出了街头暗号 想要终止行动 可对方根本不买账 难道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到了集合时间 所有人都被叫到中央的空地上 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在这时 一伙人围住了老雷 想要好好教训他 但老雷也不是好惹的 一拳就把一个闲眼包放倒了 就在双方要打起来时 突然一个男人大喊一声 阻止了他们 男人叫老虎 身后还带着一群小弟 看来是这里的小鱼吧 老虎上前想和老雷套近乎 老雷却压根不想买账 可要越狱必须有老虎的帮助 老虎嘴上答应着帮忙 可下一秒却将老雷放倒了 犯人们被关在透明的牢房里 大小便都会被现场实施直播 想要逃离这里比登天还难 而且一个犯人 就有四个全副武装的狱警看守 只要有人逃跑 立即开枪将其击毙 在这里 黑夜与白天无法分辨 为了逃脱 老雷设计让自己进入禁闭室 但他万万没有预料到 这里比他想象的更可怕 还没来得及观察周围的环境 一道强光直接打向他 使他睁不开眼睛 很快他就脱水了 然而他仍然顶着强光摸索 禁闭式的结构 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等到他被释放出来时 老雷感觉自己差点就记了 但他也找到了破解之法 那就是地上的锚钉 随即找到老虎 让他帮助找一块铁片 但监狱到处都是摄像头 而且监狱表面 比在座各位的钱包还干净 上哪去找铁片了 老雷只好坦白自己是一名越狱大师 并向老虎承诺 只要成功逃出去 就会带他一起离开 老虎设法让自己被抓到审讯室 不停嘲讽监狱长是显眼包 监狱长被气得头皮发麻 命令手下将老虎按倒在地 并用水管塞进他嘴里 进行水形折磨 老虎差点丧命 突然 他翻身爬到桌子底下 并迅速抠走了下水道的盖子 这是唯一的铁片 老虎出来后 立即将其交给了老雷 老雷也向老虎透露了自己的计划 根据他的观察 监狱的结构是纵向的 这表明监狱是建在地下 而禁闭室下方有水声 那里可能是下水道 只要顺着往上爬 肯定可以出去 所以现在的关键是 他要再次返回禁闭室验证这个想法 老虎听完立即起身 对旁边的犯人发起进攻 而老雷则把面包握在手中 就在这时 狱警赶到 将所有的犯人都关进禁闭室 老雷进去后立即拿出铁片掰弯 形成一个聚光的凹面镜 将反射的强光照在锚钉上 不久 地上的螺丝因受热膨胀而弹出了一点 老雷立即挑出螺丝 并把面包含进嘴里 疯狂地敲击地面 他这是在向老虎发出信号 老虎听到后立即开始发狂 吸引了预警的注意 老雷趁机拿出嘴里的面包堵住了摄像头 然后打开盖子 钻了进去 他来到地下 然后顺着水管往上爬 可当打开盖子时 老雷震惊了 原来这座监狱根本不是建在地下 而是在海上的一艘巨大游轮上 周围是茫茫大海 而且到处都是守卫 逃脱根本不可能 老雷只能原路返回 当他走出禁闭室时 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他无法联系朋友 也找不到接应的人 他将如何逃脱呢 与此同时 监狱长发现了地上的螺丝 意识到老雷的越狱计划 他开始对老雷进行无尽的折磨 只要他想睡觉 预警就会用力敲打玻璃干扰 一旦老雷睡着了 预警就直接冲进来暴揍他一顿 这让老雷被受折磨 但并没有动摇他越狱的决心 决定在吃饭时偷偷搞小动作 男人每天在用餐时 都偷偷制作越狱工具 他用一副破眼镜 一支圆珠笔 一张硬纸板 和一根玻璃管 制作了一个名为六分一的 侧方位测量工具 但老虎在之前的行动中已经暴露 老雷只能重新找一个帮手 很快就看上了光头墙 并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越狱计划 然而光头墙立即向监狱长告密 条件是要到有光线的地方祈祷 光头墙成功来到了甲板上 但他刚到甲板 就偷偷拿出了老雷给的六分一 原来他演戏给监狱长看 实际上是在测量方位 老雷看到这个宝贵的数据后 立即计算出他们所在的纬度 并根据马桶的冲水方向 判断出他们在北半球 根据湿润的海风 推断出他们可能在非洲的摩洛哥一带 接下来 老雷需要找到一个人 来传递消息给他的助手 这样他们才能成功逃出去 他想到了一个医生 虽然对方总是不说话 但对囚犯们的遭遇 却表现出同情 于是老雷每天装病 不停制造和医生接触的机会 眼看时机成熟 老雷坦白的自己是越狱大师 并请求医生帮忙传递消息 医生最终于心不忍 同意了他的请求 发了一封邮件给老虎的手下 一切准备就绪 到了晚上 老雷在床上不停地敲打墙壁 以此传递消息 然而监狱长早已在监控中看到了一切 解读出了老雷的消息 明天上午准备从C区越狱 监狱长立即向C区增派兵力 准备歼灭他们 但他并不知道这都是老雷的陷阱 所有的狱警都跑到C区 而老雷真正所在的地方 却没有重兵把守 到了第二天 光头墙制造了暴乱 导致两个帮派开始打斗 场面一度混乱 高架上的狱警开枪制止 却被老雷一拳打倒 他们顺着钢梯一直向上爬 当他们就要出去时 却发现闸门被死死锁住 根本无法打开 竟然是电子锁 老雷只能返回宫殿室 切断电源 果然 闸门被打开了 而光头墙为了拖着狱警 英勇牺牲了 此时老虎快速跑到甲板上 前来接应的飞机也已经就位 然而老虎不愿离开 因为老雷还没有赶来 而狱警们已经追了过来 老虎果断地拿起机枪向他们射击 努力阻止狱警的追击 监狱长带着手下来到宫殿室 他知道老雷就在这里 不慌不忙地让手下恢复宫殿 因为老雷跑不了了 可几乎与此同时 底下的水箱开始自动冲水 监狱长惊恶不已 因为老雷就躲在水箱里 水箱一冲水 老雷就被冲到了海里 随后游到海面 老虎已经在飞机上接应他 老雷顺着梯子往上爬 可背后不断射来子弹 原来是监狱长 他完全不想放过老雷 上面的老虎剑撞 直接扔下了一把手枪 老雷稳稳地接住 迅速打爆了游轮上的油桶 等飞机着陆后 他们也见到了前来接应的人 老雷觉得眼前的女人非常熟悉 他正是曾向自己下达越狱任务的人 没想到他是老虎的女儿 原来父女俩早就听说过老雷的能力 所以设计了让他帮助自己越狱 老雷这才醒悟 忍不住笑了 尽管监狱长已经死了 但真正应该死的是 窜多他接活的老板 因为他的目的是 让老雷永远被困在监狱里 不久后 老板从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困在一辆密封的汽车里 而这辆车正装在某艘巨大游轮的集装箱中 他注定无法逃脱 老雷永远被困在一辆密封的汽车里 老雷永远被困在一辆密封的汽车里